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漫游百科, 开始了 你来了吗? 为什么你好像… 你知道了, 我是你夜晚才出门的英雄 是会有点黑眼圈的 不是啊, 你好像比较英俊 再说面子吧 好, 不说 不过今晚有大事… 还有, 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召唤我 为什么?你干什么?生气吗? 这么小气的 不是小不小气的问题 我是说你每次找一支灯 射着天空来召唤我 那会造成光污染影响到人 影响了整个生态 蛤?这么严重吗? 那怎么办? 我可以给你电话号码 召唤我 找你有多难啊? 我是说光污染怎么办啊? 苏柱榮, 香港太空管助理馆长 智力研究光害对环境的影响 他参与由香港大学物理系成立的 香港夜空光度监测网络 透过由各个监测站获得的数据 全面分析香港的光害情况 首先说一下光污染影响的背景 这张图大家都不会陌生 大家都在香港 这个应该是去理发局 宣传香港的其他人 如果未来过香港的人 实际上是否这样呢? 其实你看到香港的环境 也不用多说, 人烟囚密 那特别呢? 就在一些闹市那里 其实你望到天上 就算没有云 晚上晴朗的晚上 其实也很难看到星 我们知道一些户外的灯光照明 有什么用途呢? 我们用来做保安的用途 安全的用途 可能做娱乐的用途 或者广告 刚才看到很多旺角街头的广告 或者是装饰 那这些灯光呢? 是来自什么灯光装置呢? 有很多, 大家都熟悉的 就算你不是做电灯这一行 就是家里的光管 你现在在天花板上面 看到的光管 另外还有一些 我们叫做高压烈灯 或者低压烈灯 是什么呢? 这些就是高压烈灯 我们叫做 香港用很多 你知道用在哪里呢? 烈灯 烈灯 其实就是街灯 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LED灯 或者水銀灯 可能是广告招牌 会用得到的 我们的光灯烈呢? 就不是说 一开始说 用灯光就是光灯烈 我们从来都不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你用不其所 就是用得不对 或者你濫用了 这样的环境就会受到影响了 那怎么办 用多了 难用了 那是不是要说一些很技术的术语呢? 其实不用了 看几张图就知道了 那譬如晚上 那你出街的话 如果没有其他灯光的话 就要靠街灯了 那这些街灯呢 有用的范围就是什么呢? 比如你需要照射这个范围 比如这个马路 或者行人路 那这些灯光 黄色的地方 就可以的 因为它是适当地照明这个范围 那这些就不是叫光污染的 那其他的是什么呢? 其他那些呢 就可以叫光污染 比如呢 你直接进入你的眼中 然后呢 那些光日散 就是什么呢? 到处都是 日散的见证 这两支旗插在这里 就是说这个地方需要照明 那以外那些呢 其实是已经照射了多余的 所以是日散了出来 那样的意思 那有一些灯光呢 其实在地面会反射上天的 因为地面其实都会反光的 因为你看不到那个地下 反射出来的灯光 虽然它照射了有需要照明的地方 但其实它都是光污染 因为反射了上天 那另外还有一些呢 就更加 对于天来说 更加伤害性大的 就是直接照上天的了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进入了别人的家里面 那如果你试试 如果你试试 如果你住在里面的话呢 就会 要不然就下窗点 如果不然就会影响到你自己的作色 跟着我们说呢 就是说 我们将主题 光污染的主题 就去到 写上天的灯光 这样影响一样东西 我们有个字叫 夜空光度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那些灯光 写上天之后 令到天光了多少 概念就是 令到天光了多少 都不难理解的 这些光线呢 去到大气层那里 会被空气的粒子散射 简单来说 它将那些光线呢 那些光线撞到空气粒子之后 它会再发散出去 那光线散射呢 就会一个散一个 因为天空上 就只有空气粒子 那你散到一个之后 那其他那些光线 被散了出来的灯光 那些光线 再撞到另外的空气粒子 再散射 那形成的效果呢 就是整个天就会光了 两个成因有光线 射上天 另外就是有空气的粒子 这两样东西加起来 就令到天就会光了 那我们研究的主题呢 就是会研究究 天光了多少 或者不同情况之下 这个光度的变化是什么 讲到一个概念呢 叫我们NXB的单位 这个呢 可能对大家就抽象一点了 因为你平时学的单位 离开一些度量行 就是几多公里长 几多cm 几多kg 但是呢 我们天文学上呢 NXB就会用到的等 不是平方角秒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Mannitube per second square 等就是升等 平方角秒呢 就是 角秒呢 就是天上面三千百分之一度 这么小的地方 然后你平方的意思 我当是平面呢 就是一个角秒 成一个角秒的大小 在天上面的一个范围 那就是有几光 那NXB的数字 越小越光就可以了 那反过来 就是数字越大越暗 好了 那量度光污染呢 我可以简单讲一些方法的 那我们用其中一种 那我们传统上呢 就用一些天文的相机 就像你平时拿着相机 就像你平时拿着相机 类似的 然后就放在天文台那里 就这样拍那个地方 因为不可以带走 那这个天文台是智利的 那里面呢 这四个呢 就放了一些八米大直径的望远镜 放在里面 然后用个CCD拍照 我们就可以抽出那个夜空光度 究竟有多少光 这个是传统的方法 好 另一个方法就有趣一点了 刚才那个很冷冰冰的 那些天文学家拿来拍照用而已 那这个呢 就是说一些人可以参与的 怎样参与呢 原来天上面的星的多少 是视乎那个天有多光 或者光污染有多严重 其实都很简单而已 全世界的闹事 为什么见的星会少了呢 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天光了 那就会令到天空的光暗对比下降 那下降了之后 暗的东西就会不见了 或者没那么容易看到了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 其实告诉我 星星的数目 其实是一个光污染 量度光污染的方法 好了 然后第三种呢 就是 现在很普遍的了 就是说我们怎么可以 两者之间拿一个平衡 就是说又可以多地方做到 但是准确性要高一些 我们就靠仪器 那这个坊间有很多款仪器 其中这里有一款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叫SQM 就是Sky Quality Meter 你看到这么小的 就不是做科学实验 要给电 要用电脑来拿数据 不用的 就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你按下去 这个光度的感应器 就会知道你现在有多光 然后出来的数字就是说 就是刚才我经常说好 那个NSB等会平方各秒 所以只要把这部机 又不是很贵 就可以派给一些学生 例如市民 去不同地方 然后把数字 报告给我们 其实就可以得到 准确性 就高很多了 好 那我们的研究是什么呢 我们就想用类似这样的仪器 把这些机器摆到外面 应该有些照片给你看 然后我们就从10年开始 收集数据器 现在还在收集中 不过就没有18个站 那么多 现在是少一些 那我们做的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收集数据 这个机器自动 它在在外面正常运作之下 就不停地拿数据 我们就每一分钟 在18个站都会拿数据 每分钟 所以存了几年之后 就超过几百万个数字了 我们全部收集了 其实这个方法都很正路的 正路的意思就是 譬如天文堂量气温、雨量 都是拿一些仪器 在分宝不同地方 然后马上传出数据 做分析而已 那就是这部机器 这一组的仪器 我们放了18架 在全港不同的地方 这些数据 其实自从10年5月的时候 不停地收集 所以其实我们经历了 任何所有的天理情况 因为其实夜空变化 一晚来说是很大的 我们收集数据 就是怎么说呢 有云的话就会比天亮 或者有月亮的话 比天亮会比天亮 但其实那些不是直接关于人事 但是你如果收集时间不够 你只是拿一个星期数据 然后拿一些结论的话 其实会有些危险的 危险就是说 你得出一些结论会相反 或者跟事实不符 但是因为我们就没理 我们18个不是记得 现在好天亮 麻烦你立刻做事 不是这样的 是全部的你不要管了 每一分钟由早到晚 日落到日出全都拿出数据 那我们得出来的东西 就会基本上是没有了 刚才的影响 或者是刚才的影响 就是云、月光以外的影响 其他影响的一个平均值 对不起 英雄真是孤独寂寞 连星星月亮都离我而去 星星月亮没有离你而去 是你令他们消失了 我明白了 原来是我太帅帅又帅 令他们黯然失色 自大狂 不如我们试试 关灯再说 哇,很漂亮 为什么呢?很大意 其实,星星月亮 根本一直都没有离我们而去 也不关你英俊的事 只不过在这个城市太光了 如果我们可以关这些不必要的灯 就自然可以常常看到 这么漂亮的星空 不好意思,打电话先 嗯 喂,猫女俠 在哪儿啊? 出来上月,看星星呢? 来啊,就是啊 来啊,掛住你嘛 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懂啊? 没有啊,不是你的朋友而已 我们先介绍一下研究结果 这张图的符号就是刚才那18个站的位置 上面的数字是什么呢 其实这里显示了晚上8点半到11点 那个站里面的光度平均值 我再说一次 这里是地理的分布 不同地方的分布 上面的数字代表什么呢 比如200是什么呢 荃湾河宫这个地方 原来在我们这么多年里的8点半到11点 那个平均值是光过一个无光的夜空光度 无光污染的夜空光度标准200倍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果 其实一个第一个表达方法就是 光污染随地方而变化 其实就是城市光过教区 另外一个跟时间的关系 刚才我们出的数字就是夜空光度整体的变化 整体的分别是地理位置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随着时间了 你看到这个钟就是这个前半晚 接着凌晨 即是11点到1点 接着后半晚 你看到就是入黑了之后 其实是暗了的 那个概念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熄得到那些灯 其实就不是必要了 那些不熄的那些灯是必要的 不是光污染要撇除所有灯光 大家不要用灯就熄掉它 就是你熄模熄之下 这些就是必要的灯光 就是街灯啊 比如一些公共设施 就是24小时营业的那些 比如医院的那些灯光 设施实际的证据就是 其实浪费了一些能源 其实我就是18个站里面 拿过夜空光度平均数 不过就撇除了月光的影响 这个感光器是会接收到 来自月光的光线 Y軸是NSB 就是夜空光度 这里是22等 20等 18等 如此类推 X轴是月上 就是说如果α等于180度 就是新月 α0度就是满月 α-180度就是新月 好了我们理解了这个是月上 这个颜色是什么呢 就是月光的阳光 就是说如果这个天顶角是0度的话 月光在天顶 Syneth就是天顶 就是上面 如果你看到一点是紫色的话 它就在天顶 黑色远后的那些 就是大个等于90度 天顶角大个等于90度 就是黑色 黑色就是月光 在地平线之下 橙色的红色的地平线之上 紫色的那些就是天顶 这里有很多点 就是其中一个观察站 KP即京士帕里面拿到个数据 我们看黑色这堆 黑色这堆都告诉他 就是月光在地平线之下 就是没有月光 简单来说 黑色的没有月光 那你看到没有月光之后 那个光度是什么 介乎18至14 这张图是说的同样东西 不过不同地方 刚才那张是京士帕 整个九龙的中间 这个是天梦公园 西贡很黑的地方 你看到一来整个底线 是移到20等 有月光的情况 你看到是升到14等 这堆是什么 这堆最高的东西 就是月光最高 月上最接近满月 告诉你什么 在郊区的天文公园 月光是很影响野荣光度 原来有月光之下 可以这样光 差了6 20和14的分别 差了6等 但是在市区的话 同样东西 其实你不要理你 就算月光最高 就是天顶各是灵度 那个月上是满月的话 其实都是这样光 就是什么 人为的灯光是满月亮光 就是说其实在市区 是没有了月上的影响 就是云影响野荣光度 上下两图是一样 不过不同的地方 蓝色这条线和右边的族 我们叫T的东西 这个就少复杂 不过在量度一些云量的东西 其实是天空的红外线的温度 因为其实云会发红外线的 所以有云的话 天和地的温差会减少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蓝色线加上这条蓝色轴 就告诉你 云的变化越高 或者这个数字越大就越多云 或者T的数字越小就越清 就是没有云的时候 那天会更黑 我抽到其中一晚就特意一点 因为是没有云 起云很多云 而在郊区 就是说会有云的时候 那天会更亮 但其实它的变化幅度 没有那么大 你看到其实在市区的影响 是令到天光大很多 市区多云的影响是比郊区多 为什么呢 灯光上了天之后 本来是被无云之下 被空气粒子散射 那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 但是有云之下都是空气粒子 但是水点来的 是更加大点 那将那些光线散射得更加多 就像一块镜那样 将那些光线 将地上的那些光线 就返回地面 就被我们接收 可以收到 就是这样 因为市区多点灯光上天 所以一有云之下 那一块云就会降到 其郊区更加多 这么严重的光线散射 大家这个讯息 应该不会有什么反对 然后特别说这个 因为是最近发生的 2013年里面 开始发表了 词份者公众参业文件 就是什么呢 就问大家究竟 那个光线应该怎样立法 我们就集中说 这个4月22号份报告 就是右边这个内容 其实呢 他就有几个结果 就是谈完一轮之后 什么咨询的地方意见 然后业界讨论 业界是什么 灯光使用者 招牌拥有者 然后天文偶尔者都有 来自环境方面的人的参与 他推出这个约章 就叫人 关掉那些对环境有影响的装饰 广告灯 给一些奖励计划 挺好 约章也许是 不是法律 然后就重推这个作业指引 就是刚才几年前推过的那个 那个是什么呢 大概就是给一些灯光使用者 就是你设立灯光的时候 就应该关注环境 不要滥用 就是那些东西而已 接着就做公众的宣传教育 那约章之后呢 约章推出了两年 就是现在还没推出约章 之后再看看 会不会筹备相关立法的工作 就是什么 就是有没有立法呢 就是这样 这个故事已经由08年开始到现在了 其实政府的顾问研究 那份报告说了一百页以上 就是那个外国如何去管制光灭 但是在那个咨询文件 或者在那个报告那里 都有提过 其实他们说 就是香港这个诚勢情况 就不能够直接应用那些外国的例子 有些就是可能 店铺关了之后就关灯了 有些可能就是分地区的 比如这些环境敏感的地区 比如这些交易公园 或者国家公园就关灯 或者不能光过某个份量的光度 或者有一些就更加极端一些 就是一些天文观测的重要地方 就是外国那些天文台 看星的大望眼镜那些 附近的环境是不能用太多灯光 甚至用灯光是用一只叫低压纳灯 发射线就比较窄的 就是可以用一些雷镜去过滤了它 就是天文上就没有那么影响 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我们在这个报告里提到 就是究竟几点开始关灯 香港的情况 就是说11点关灯 还是12点关灯 晚上 当年这个报告 插票文件的时候 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如果定在12点和11点关灯 谁比较好 如果立法就定一条线 定一条线 11点12点关灯 但其实我们的研究已经回答了是11点 为什么 因为如果12点关灯 其实是没有改善到 因为我们看到本身已经是12点关灯 如果真的立法是12点关灯的话 有什么效果 本来是12点关灯的那些会是12点关灯 其实光烟焰对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比如对于天文观察来说 因为天上的星 其实暗的星是多过光的星很多 如果在一些光污染严重的地方 城市灯光就在夜空那里散射 就会令到天上面的光度夜空对比下降 夜空对比下降 就引致到天上看到星的数目就会大减 所以平时在市区就很难看到 暴天繁星的情景就是这个原因 对于生态来说 因为其实有些夜行的动物 例如蝙蝠、青蛙、昆虫 其实都受过人为灯光影响 因为在他们来说 这些灯光是一个扰乱他们 比如飞行或运动的状态 对于人来说 其实如果有些研究指 如果你是太接近一些灯光 或者你夜晚睡觉的时候 在一些光的环境 或者外面的窗口有些招牌 光进入了你的睡房那里 这些人就会发现 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健康 其实灯光使用 或者减少光污染 如何取得平衡 其实我觉得不是真的很困难 大家要明白情况 光污染影响人、星空、生物 地他能源的使用 但其实你可以在不影响 这些以上的情况之下 使用灯光都达到相同的效果 想不到我今天要跟你决一死战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决一死战 我是要拯救地球 人类社会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 我是时候要出手了 就凭你? 有什么问题?我是超人 有什么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人类的问题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 温室效应、生态危机 这些应该由人类自己解决 你也好像是人类来的吧? 那你还就手旁观? 你外面的车还没关系 有这样的事? 对不起,马上搞 Go… 李远哲 台湾法学家 曾于1986年获班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童年获得诺贝尔法学奖 近年致力宣扬减少碳排放的环保意识 高中的时候生过一场病 那个时候一直在探讨的时候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活在世界上到底是什么 那时候我就说 好,我因为对科学感兴趣 这方面有能力 我喜欢做科学家 第二个呢 我还是希望跟自同道人打造一个共平合理的社会 这是我的这个理想 所以一路走来啊 就是这两个方向在走的 我没有改变 我想这个科学家也是一个社会上的一分子 他知道很多科学的知识 他有科学的责任 科学家的责任 所以对于人类社会是要有些贡献的 今天我在这里啊 谈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 心里面是很沉重的 这个我面对的年轻人 谈到世代交接 就是我们这一代交给下一代 心里觉得非常的遗憾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社会走到这里啊 正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今天啊 要发展时间 从历史的观点 从目前的情况 看我们的将来 地球跟别的星球不一样 我们如果没有太阳的话 马上一切都会毁掉了 但是阳光 经过它的斩烧 用光照的地球 经过光合作用 把生命带上来 太阳系形成到现在 也有差不多46亿年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 很多生命的现象 到了目前这个境界 但是很有趣的是 这个漫长的日子里面 我们靠的是太阳 如果两百万年 我们的祖先就是从源到人的演化 开始到现在 因为人口不多 对环境的影响并不大 但是从三百年前 工业革命开始之后 人 大自然 跟太阳的关系 就有些改变 从公元两千年前 一直到 上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 人口慢慢慢慢增加 上一个世纪开始的时候 地球上人口只有15亿人 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 到了60亿人 现在已经超过70亿亿 去年已经超过70亿亿 同时呢 人均的消耗 它增加很多 上个世纪开始到 最后的一年 人均消耗增加了两倍 也就是人口增加四倍 人均消耗增加两倍 地球已经承受 八倍的复核 随着温度的上升 极端气候变得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 几年前莫拉克台风过境的时候 左边是台风过境前的照片 两天下了两公尺的宇宙 土石油全部崩掉了 这不是在台湾 这个即将雨量增加得越来越快 你如果看一年又十个月前 菲律宾的海印台风 在菲律宾他们叫做 有那样的台风 它是历史上 台风着陆的时候 风是最快的 每小时三百公里 结果 台风一过境 六千七个人 就这样消失掉了 洪水 另外呢 我们看到干岸 我刚从加州回来 加州是产兮兮的 今天到了四月 已经进入干净了 不会再下雨了 山上没有血了 已经开始在陷水 这个棕色的是非常严重的地方 那个红色的是 Extreme drought 已经是 他们说是这是百年最严重的 有的人说不是百年 是千年最严重的 所以我说 The future of humanity is at risk 我们人类的将来 是在很大的问题的 跟以前不一样的是 以前我们人口少 地球很大 所以经济发展 一直在制造消费 制造消费 经济不好的时候 鼓励消费 就这样膨胀下来 但现在不一样 我们超债 但是很多经济学校 传统的观念 还没有能改过来的 还是说消耗 消费 有市场 Innovation 带大家制造消费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 不是一个国家 或者是科学家能解决的 我们要跳脱 这个自己是一个 主权国家的市民 我们要跳跃到 世界公民的这个观念 而不是超越国界 互相侵略的这个力量 三百年前 我们脱离了太阳 我们脱离了大自然 今天我们都说 我们要走入低碳社会 急速减碳 我们要回归自然 回归太阳 你看看太阳 它是一个核融合的发电厂 它一个小时 传输到地球表面的能量 这个能量 是相当于人类社会 用一年的能量 很多很多能量 传给我们的 只是我们没有好好用 夏天很热 就开了冷气 想把热跟走 而是排放更多二氧化弹 变得更热 科学的发展 在以后的五十年之内 一定使我们能够说 好 我们回归太阳 这里面 就是以更少的资源 过最好的生活的话 能源使用的效率要增加 这方面是在科学上面 进步的是相当快的 现在的冰箱 跟十一年前的冰箱 效率不只是四五倍 好四五倍 但是这个 以更少的资源 过更好的日子 也会牵涉到 我们行为的改善 社会组织的改变 另外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人口 控制我们的人口 另外就是我们要想办法 要平护差距要拉得很少 你看我刚才说 什么叫做development 这些车子不是在等着要卖的 是已经卖不掉要毁掉的车子 那我说什么是发展 我们要开发 我们要发展 什么是开发 什么是发展 贫固差距 这一张是很可怕的 每个大楼有个游泳池 那个喜欢打网球的 这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网球场 这里有一个游泳池 像Rick Pickett 最近演讲的 他说 如果资本的同志 回收比GDP增加快的话 贫固差距会越拉越大 右边的这一群人 赚钱赚得更多 左边的这群人会更穷 这不解决的话 人类没有将来 今天在这里 我心里很沉重 还是盼望着 年底的Cop 21 能够成功 能够把人类社会 转变过来 好 谢谢各位 你知不知道你亲生父母 你亲生父母在哪里 我的星球早已毁灭了 我爹地和妈妈早已死了 你呢? 我亲生父母在我小时候 被坏人杀死了 我已经没有家了 到底应该如何去沉根 或者去哪里沉根呢? 你说如果叫你香蜜 让我来认识一下自己的乡下 你说多好呢? 是好 让我马上叫管家 搞一个慈善活动才行 很快就可以以为自己 慢了 香港, 早已有这样的传统 南中国来说 中国的组织有很长的历史 在地方社会来说 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社会 政治、经济的角色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一个地理历史的角度去了解 南中国一直来说 都被地处了我们所谓的边缘地方 远离中央的皇前 变成了皇朝就照顾不到这个边缘地方 于是地方就要照顾自己了 南中国在很长的历史里面 就发展了一个我们说的中族组织出来 这个中族组织就是按照父系的关系 是组成的 就是说爸爸和儿子和孙子 就组成一个亲属组织 而这个亲属组织就是担负了警察的功能 就是有什么治安的问题 中族自己解决 自己有田 用祖先的名义去拥有田产 这个就是很主要的经济活动 然后有个中族的祖先崇拜 那譬如就是如何去界定 就是你是中族的成员 正月要点灯 那样 那也都是太平清照 也都是一个地域的宗教活动 大家就会觉得有些就是 譬如往死的人 或者没有后代照顾的人 就成为鬼 那这些鬼就会为人类创造这个困难的 就是令到我们没有好运 那样 于是地方就发展了一个宗教的仪式活动 就是去解决这些鬼的问题 于是每一段时间 他们会做一个大型的宗教仪式 就树起一些我们叫做番杆灯笼 就是通知那些鬼来到那个赵场那里 就给他一些食物 给他一些衣服 给他一些香火 给他一些香火 希望他们就在那几天里面 就享受这些东西之后就离开了 就不要再搞这个地方的人 那在打照的过程里面 就因为他有一个宗教仪式 那他们就会去到那个城园香村那里 就将那些神明 就请去那个赵场那里 那所以这个赵场那里 会看到很多神像在那里 那这个神像那里 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你看到就是整个地域的参与 大概由清泉龙年间到现在 约近270年 如果以十年一届来计 今年很可能是第27届 太平清照 大家一听就会想起长洲 但是香港其实一共有40条香药 保持着这种祈求平安的打照习俗 周期由最短一年一届 去到60年一届都有 普遍渔民村落会每两年 或者七年举行一次 而龙村就每五年 或者好像元朗夏村那样 每十年一度 就是趁着农业收割之后 今年的收成都挺好了 就多酬謝神恩 还有也趁机会凝聚 人聚集在一起 做些大家共同合作的活动 今天就是静照日 今晚就有迎榜 这个叫太监破 叫人呢 太监破 上到榜棚那里 令到别人容易看到 我家里这么多名秦 在这里 这样的 那如果假如有错漏 即时补回 一路至到 啟咒天庭 都是这样做法 他照呢 就是说 看过 是没错了 那么就拿回家里 就挂起它 就表示那个任务完成了 那这个榜呢 就是由今晚上去之后 两天完结的时候 全部拿去烧了它 中国人重视中族 讲究你是哪一个姓 先祖有什么人 乡下在哪里 太平清照是中族文化里面 一个重要的活动 发展到今天 邓永成父老说 他早已不单 只是向天神筹借 或者祈福 而是被一帮 各山东西的同中亲人 可以再次聚在一起 生活几日 得意在急速变化的生活里面 记起自己 根在何处 在七十年代 香港的轻工业发展 需要一些人去工厂做事 于是有些年轻人 也都去工厂打工 但是有些就比较冒险 精神大一点 就说不如我们去远一点 去欧洲 去英国 因为香港是英国殖民地 当时去英国和欧洲 是比较方便的 于是有一批年轻人 亦都去了英国和欧洲那里 找食 另外一个就是说 农业的衰落 就是和香港的经济政策 亦都有关系的 开始香港有一个自由港 于是很多农产品 可以有外国输入 比如泰国的米 中国的菜 于是香港人会发觉 他们种米种菜 都找不到食 于是在几个原因之后 就令到年轻一代 要么去市区 要么去外国去谋生 你知道在六七十年代 外国谋生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多时候这些乡民去到 就很辛苦地找食 但是他们都会挂着 乡下的生活 好了 当他们的子女大了之后 他们退休 他们会想起香港 很多时候他们在打招的时候 都会回来参加活动 去见回他们的亲朋戚友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 心理上的位置 所以我们看回太平清照 和神诞活动 是一个很重要的 凝聚社会功能 也要让欧洲的移民 回来可以尋根 找回他们自己的怀面感情 这么多年了 我决定不再做英雄 根本就没有英雄 什么?你说什么? 丁王氏 所有人都可以是英雄 父母、哥哥姐姐姐妹 只要用心 每一个都可以是英雄 你是不是傻了? 救命 快点报警 她傻了 你傻了 我是说 只要用心保护这个地球 每个人都出一分力 那就人人都可以成为 請教地球的英雄 要是这个城市 根本不需要我 那你别这么说 这个城市需要你, 需要我 需要我们, 每一个 如果想重温本节目内容 就要留意以下的网址 感谢了